哈喽大家好,我是绝图片小姐Jennifer 今天呢,我要来开个新的单元哦 这个名字叫做NFT新鲜事哦 那可能不会是像我们之前常讲的那一种埋伏空头啦 这会是比较像过去的事情,但是相当有趣的 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来聊聊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经验中去提早准备一些事情哦 那如果说啊,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类型的话呢 我可能可以做比较多集给你们听哦 所以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哦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说的是今天超爆红 也就是在BTC主网上面可以铸造NFT咯 但是这到底是怎么样铸造的呢 我们要来说一下哦 其实呢,它就是用了一个新的协议哦 它的名字呢,叫做Arlinos 这个协议是可以让用户在比特币最小的单位 就是Satoshi上啊,去创造独一无二的NFT哦 那比特币网络上没有智能合约嘛 所以呢,这个协议出来之后啊 用户呢,就可以在比特币主网上可以储存NFT咯 但这真的是非常的早期哦 所以呢,一般的用户应该是很难一时半刻就了解咯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Arlinos他们的网站上面啊 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人就已经上传了图片去铸造哦 那今天呢,最近爆的呢,也就是上面的这个Bitcoin Punks哦 大家都在抢哦 那他们呢,就是把Cryptopunks直接移到比特币的主网上去铸造哦 其实呢,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的故事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啊,比特币现在呢,还算是大哥的地位嘛 而Cryptopunk呢,它也是最具有历史代表性的NFT哦 所以呢,Cryptopunk呢,在BTC主网上面啊,就算是一个两个历史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哦 那并且呢,它也是第一个在BTC上面所铸造的NFT哦 昨晚到今天呢,有很多人在抢啊,但真的很难命哦 你必须呢,要有比特币主网所有的节点 你还要懂得怎么样去铸造,真的不是很容易啊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Discord里面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呢,就开始想到很多办法去买啊 例如说找别人带买啊,或者是说OTC啊 甚至呢,还有人来做了这个,就是Ordinal Spot哦 那这个机器人啊,可以来帮你待命哦 那并且呢,你只要去传递这个手续费给他们就好哦 但是呢,后来比特币主网啊,速度很慢嘛,处理很久啊 结果就很多人没有命到,那传过去的手续费也就浪费了哦 那每一笔大概就是损失差不多20到30元美金这样子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它其实后来啊,也是全数都命完了哦 那现在呢,也开始就是有交易这样子哦 但是呢,因为啊,就是在那个比特币上面的NFT 没有像是OpenSea这种Marketplace啊 所以呢,还没有办法交易哦 那你只能啊,把这个NFT打到互相的钱包这种方式哦 那衍生来的啊,就是说OTC已经有了嘛 那目前的价格呢,是落在差不多是2BTC到9.5BTC左右哦 所以换算美金啊,大概就是5万到21万美金这样子哦 但是啊,Genefer提醒大家哦,OTC啊真的是一个蛮危险的交易放售哦 因为中间没有可以新来的第三人嘛 大家都知道说这样子蛮有风险的啊 所以说如果你有想要交易的朋友的话呢,就务必要小心哦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就是这个BTC的NFT后续的发展会是怎么样子的啦 说不定呢,会掀起一波热潮也不一定哦 那也说不定马上就没有了哦 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有想要参与的朋友啊 其实真的可以注意一下 并且呢,有空的话就把BTC的钱包做好 去下载所有的节点 就可以在这个Ordinal上面去铸造了哦 好啦,那今天呢,Genefer快快来跟大家分享哦 那也是一段血泪史啊 因为呢,我弄了一整个白天,还是没有抢到哦 所以呢,欢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安慰我 或者是呢,告诉我说你会不会喜欢我这个新的系列哦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